与Air系列教程之延时摄影 Mavic Air 2拥有四种延时摄影模式 自由延时 环绕延时 定向延时 轨迹延时 四种模式对应不同的飞行轨迹和镜头角度变化 满足您在多种场景下的创作要求 拍摄前 建议您构图时前景不要太靠近 这样可以减少画面抖动的情况出现 调整好构图后 进入延时摄影模式 自由延时 点击自由延时 设置拍摄间隔 视频时长 以及最大飞行速度 点击屏幕右侧按钮 即可开始拍摄 在自由延时的拍摄过程中 您可以任意控制飞行器的姿态及云台抚扬角度 环绕延时 环绕延时是以拍摄目标为原心 环绕目标飞行并生成延时画面 点击环绕延时 框选拍摄目标后 设置拍摄间隔 视频时长 环绕飞行速度以及环绕方向 点击屏幕右侧按钮 飞行器将自动测算飞行路径 测算完成后 即可开始拍摄 定向演示模式下 锁定航向后 飞行器将以当前机头朝向为航线方向 框选拍摄目标后 点击屏幕右侧按钮 无论机头朝向如何 飞行器将沿着锁定方向直线飞行 若不框选拍摄目标 飞行器将沿着锁定的航向 进行直线飞行 拍摄出完美的直线延时作品 在轨迹延时模式下 飞行器可以根据预设好的拍摄场景 进行自动飞行并拍摄 点击轨迹延时 将飞行器飞到指定位置 改变飞行器偏航角 及云台抚扬角度 来添加拍摄场景 点击屏幕右侧按钮 飞行器将自动测算飞行路径 并开始拍摄 拍摄结束后 飞行器将自动生成延时视频 您可以点击回放按钮 查看生成的视频 并通过右下角的编辑功能 进行个性创作 视频即可 Balek